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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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赴缅甸红法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把无明黑暗的六道众生消除掉他们的无明黑暗 所以一个修慈悲心的人存在就可以把所有诸佛菩萨的力量集合在你身上 所有这个世界的善业功德透过你的念头布施给对方 虽然看起来你有一点孤独 虽然看起来你有一点孤独 因为只有你这样在做默默地在做 但是你很有力量 我想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 当天大和尚也邀请占永法师诺诺格西以及占言法师 分别领众修持种种慈悲法门 为六道众生点灯供水慈悲药供 焉供诗诗十方法界立以有缘众生 隔日前往明界中泰民边境的金三角水岸边 为五史节以来的六道往生众生燃熏焉供 云天水岸间普供十方有情 当天也从市集救回许多边临刀口的水族悟名 法师随即领终于水岸边 为所救的悟名持重湿水 挥舞经翻 祈愿透过佛力加持 为悟名众生消除业障 消冤解结 透过救护行动 祈愿诸佛护佑 三宝加持 所救悟名回反自由 永不遭渔猎王谱 来日霍境天年 往生善道 得正菩提 辗转秦 辗转几段车程的颠簸 历历微雨中 金三角大师寺院 微然眼前 高达数米的金色郎柱 围绕八角形中拱顶棚 中央佛塔由上而下 依序由主尊与大角诸尊佛像奉坐其中 来到金三角大师寺院 单纲翻译的当地法师 为众人介绍寺院中的主尊佛像 是一尊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竹编佛像 尽管厚层金身演去竹编纹理 仍不损其法相庄严 佛寺内侧墙壁 则是一面接一面的彩绘画族 无声地传承着佛教古老的历史与传说 当晚慈悲的海涛法师 透过心灵讲座勉励众人精进修行 且以佛子行三十七速 为众人开始佛法的要义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情形立众生 诸佛正法无来去就是空性 你了解的真理就没有分别了 不生不灭了 没有生没有死了 你要了解空性 虽然诸佛正法是空性 无分别无来去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唯一情形立众生 我们在以这种空性无所求为基本 唯一要努力的 就是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每次到每一个地方 亦有空档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修慈悲心的地方 可以结缘的地方 可以体悟空性的地方 到生命最后一秒 所以怀着菩提心生老病 怀着菩提心死亡 这才是修行 而不是说你修菩提心的你就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那不可能 只是同样这些变化无常 这些快乐痛苦 你都转为佛法的修行 大方广佛华监经范形品云 泛行法不可得雇 三世法皆空祭雇 一无取住雇 心无障碍雇 锁形无二雇 方便自在雇 寿无相法雇 观无相法故 知佛法平等雇 据一切佛法固 如是名为清净范形